各位好 欢迎收看 2024年7月11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顾爱妮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由美国前国会议员兼主持人 11号表示 拜登总统的竞选团队认为 要求拜登退出2024年 总统大选的呼声越来越高 背后的主持者正是前总统奥巴马 另据报道 好莱坞演员克鲁尼 在发布劝退拜登文章前 曾与奥巴马讨论过 前国会众议员 微软全国我们公司主持人 斯卡普勒11号的节目中称 为让观众了解幕后发生的事情 昨末拜登的竞选团队 和许多民主党的官员确实相信 前总统奥巴马正在幕后 悄悄策划让拜登退选这件事情 他还提到拜登对他任奥巴马副手时期 无论是奥巴马团队的工作人员 还是遭希拉里排气等方面的遭遇 深感不满 骨慧山报指 好莱坞的演员乔治·克鲁尼 是拜登和奥巴马重要的支持者 他周三在《纽约时报》发表了 呼吁拜登退选的文章引发极大的关注 据报道奥巴马事先与克鲁尼 讨论了这篇评论文章 但据称奥巴马并没有鼓励 克鲁尼或劝阻他反对拜登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的竞选官员试图干预 以阻止这篇文章的发布 而自拜登两周前的被人中表现不佳 面临退选的呼声持续增加 奥巴马的前助手 一直是拜登最尖锐的批评者 另一方面 《华尔街日报》指 克鲁尼呼吁拜登退选的文章 打破了一线支持者的沉默 加入了国会议员和知名捐赠者 反对拜登竞选连任的行列 据悉克鲁尼上个月 在好莱坞为拜登的竞选活动 筹集了3000多万美元 拜登竞选团队目前正在反击克鲁尼 消息人士则称 克鲁尼在活动上只拍了照就离开 而拜登则是待了三个多小时 另外也有拜登的长期支持者认为 他赞同克鲁尼文章中提到的说法 凤凰卫视 杨本军 李战青 如果相机报道 另外 硅谷之都圣和赛的地区医疗中心 计划于8月12号关闭其创伤中心 此举遭到了大量医务人员和附近居民的反对 地区医疗中心拥有东圣和赛区域 唯一一家创伤中心 一旦关闭 当地区民中风或心脏病突发 去其他医院急救时间 可能增加20到30分钟 所以时间是脑 意思是 一旦一旦病毒病毒病毒 要等待治疗 更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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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 保护医疗中心 在医疗中心 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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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医疗 看到医疗中心 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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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非常重要 医疗中心 在医疗中心 医疗中心 地区医疗中心 是全美最大医疗集团 HCA旗下的 连锁机构 有医生认为 之所以关闭 创伤中心 是因为东盛和赛 有很多平民 收入不高 因此无法 为医疗集团 带来巨额利润 如果加州司法部长办公室 不介入 那么创伤中心将只能运营到8月12号中止 防火卫视刘海平 盛和赛报道 美国参议院于今年5月份发出两岛信函 敦促加拿大将国防开支 提高到北约盟国同意的 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2%的基准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出席北约峰会时就表示 加拿大正在加大对军队的投入 加拿大2014年承诺将国防开支提高到2% 但目前仅有1.34% 今年4月 加拿大宣布计划在2029到2030财政年度前 将开支提高到1.76% 特鲁多在北约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就表示 在他上任前 加拿大政府的国防开支 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少于1% 在他上任后则已经改变情况 加拿大商业委员会发出警告指 假如加拿大不能提出达到北约要求的国防开支计划 加拿大将面临外交孤立 加拿大是北约32个成员国中 唯一一个没有提出在2030年前 将国内生产总值至少2% 用于军备计划的国家 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表示 将在本周尽快分享可行的 国防开支达标方案 凤凰卫视 祖客秦苏惠文 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开始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要求美国总统拜登退选的声音 此起彼伏 已有7名民主党众议员公开呼吁他退选 而民主党人威尔齐则成为首位 公开要求拜登退选的参议员 威尔齐在《华盛顿邮报》发文 肯定了拜登作为总统取得的成绩 但他指出 当前拜登需要重新评估一下自己 是否是美国大选的最佳人选 在威尔齐看来 拜登不应连任 他强调 拜登需要像以前一样 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此前民主党参议员贝内特 对拜登参选连任表示担忧 不过没有要求拜登退出 但他警告说 将众议院和参议院都输给共和党人 将是美国的悲剧 称这是再高不过的赌注 德克萨斯州近日遭飓风贝利尔重创 造成全州超过250万户 住宅和企业断电 截至周四上午 当地仍有130万用户断电 而目前仍不清楚 何时会全面恢复电力供应 中心点能源公司表示 已从休斯敦之外 调拨1万1500名工人 加快电力修复工作 预计到周日 110万户用户的电力可以恢复 近年来 德克萨斯州电网遭遇了多次大停电事故 一度造成德州电力市场电价暴涨 德州在飓风过后又迎来极端高温天气 当局已经发布高温预警 由于当地缺乏降温措施 并且正在进行艰难的灾后恢复和清理工作 可能会产生高温致命状况 美国民主党自由派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日前寻求引用条款 弹劾联邦最高法院两名大法官 托马斯及阿利托 路透社报导称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在声明中提到 两名大法官在有大量有记录的财务 和个人瓜葛的情况下 拒绝在法庭审理相关问题时避袭 因此对美国法治构成严重威胁 托马斯和阿利托立场极为保守 民主党多年来批评最高法院的判决右倾 包括扩大枪支权 恢复堕胎禁令 裁定前总统享有部分总统豁免权等 假如要透过国会开除公职人员 就需要获得众议院表决弹劾议案 再交由参议院投票裁定罪成与否 不过众议院目前由共和党控制 意味着弹劾的可能性 维护其为 执行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任务 而被滞留在国际空间站 超过一个月的两名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航天员 威廉姆斯和威尔默 日间表示有信心 星际客机有能力将他们送回地球 威尔默表示 他们留下是因为要测试飞船 承认NASA与波音公司 正在地球上进行一项 涉及推进器的持续测试 是两人返回地球的关键 搭载两名航天员的 星际客机飞船 上月5日从佛罗里达州 发射升空 原计划停留一个星期 即6月14号返航 但因出现一系列问题 令飞船不断推迟 返回地球的时间 目前两人已滞留超过一个月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 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7月11日是中国第二十个航海日 上海海事局举办船艇开放活动 内地民众可预约参观船艇 近距离了解并体验海事文化 11日上午 海事巡航救助船 海巡林一轮 引航船 护港影十一轮 深沉之光轮 停靠在上海国际客运中心码头 向内地民众开放参观 其中海巡林一轮 它是中国第一艘兼具海事监管 和救助功能的大型巡航救助船 曾执行过马航MH370 失联客机搜寻 桑吉伦 东海燃爆事故 应急处置等重大任务 除登船参观外 民众还可以在码头上 现场学习 打水手节 海上急救等技能 进一步了解航海文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收视过后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加州医疗保健服务部 DHCS推动的Medical改革 确保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获得优质公平的医疗服务 DHCS扩展了多项计划 包括医疗定制餐食 就医交通服务 居家护理 家庭无障碍改造 以及长期护理过渡援助 这些服务意在帮助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在家中保持健康和独立 减少对住院和长期护理设施的依赖 对于符合Medical和Medicare资格的服务 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现已在12个县推出双重Medicare Medical计划 这些计划将两个系统中的服务内容 整合在一起 简化了就医流程 并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确保受益人能够获得所需的 所有医疗服务 Medical计划进一步拓展并取消资产限制 如银行账户 房产和第二辆车 这一改变时 更多人有资格获得Medical覆盖 进而提高了低收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 并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冯黄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加拿大青年钢琴家 Alice Jo 在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 通力琴行音乐厅 被正式授予斯坦威青年艺术家的头衔 Alice Jo 从五岁开始学习钢琴 曾荣获包括斯坦威钢琴大赛金奖在内的 众多钢琴比赛大奖 两次举办个人音乐会 并两次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 Alice Jo 还热衷于慈善事业 多次参与慈善音乐会演出 帮助弱势群体 Being a Sunway young artist means I'm able to collaborate and I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work with more people in the piano field and it's also a very big ego boost for me Alice Jo的钢琴教师 Eugene Skor-Veronikoff表示 Alice Jo展现出了非凡的艺术才华 She was working really hard She accomplished a lot with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so the way she's developing 北美斯坦威总裁 Gavin English 和加拿大通力巡航总裁 Jeffrey Lee 在授与仪式上 强调了斯坦威青年艺术家项目的重要性 以及对Alice Jo未来音乐成就的期待 They're commitment to their community and fostering a love for music to everyone They're truly young ambassadors for music Yuja Wang, Lang Lang, her own teacher Dr. Skor-Veronikoff They're all style art artists and they're all people who hold a very high standard of performance and I believe that's what Alice has achieved today 鳳凰卫视苏惠文 一鸣江温哥华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